今天我們就認識一下什麼叫三連音 以及會認識一下簡單的就是什麼叫三拍四 或者可以稱之為六百拍的歌曲 最主要我們就會研究三連音 聽起來好像簡單又聽起來複雜 有時候人們不知道在網上看還是在哪裡 但其實它不是你想像中那麼慢的 三連音在任何的歌曲的三連音 我們都是三下為一組 一定是三下為一組 我不管你是什麼音符 一定是三下為一組 亦都極大多的情況之下 三連音 現在大家可以看面前的一個六線譜 讓我調大一點 譬如我調四百 最大就是二百 大家應該看到 這裡有一個三連音的標記去框著三個音符 通常有98%或以上的機會 你會有三連音 那三個三連音 就好像有三連音 這三個一定是同一個音符 不會說這兩個就搭一個這些 這一個一個搭一個這些 再搭一個 不會這樣的 我們三下做的三下一定是平均的 通常都 其實說了這麼久 三連音是什麼呢 其實三兩句就說完了 好了 譬如說我們 以藍色的這個小節來說 裡面的總共有十二粒八分三連音 八分音符是 這個就是一個百分音符 兩個三個 這個是八分三連音 我們稱之為八分三連音 這個就叫八分的 不好意思 四分三連音 二分三連音 這裡就是十六分的三連音 我們是這樣說的 這裡就是八分三連音 平時大家知道什麼叫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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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一拍 兩拍三拍四拍 而現在就是一拍裡面有三個 而那三個音符是平均的 一拍裡面有三個音符 那三個是平均的 我們對應這件事 我們可以對應下面下面打 上面是平均的 上面這個也是平均的 但大家的長度不同 下面這個 藍色這個位置就等於上面一抽 剛剛好一二三 三四就等於這裡一二三 這個一二三就五六 七八就等於一二三 下面這個一個叫半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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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半拍加起來就是四拍 或者叫八個百分音符 這裡總長度是佔一年 這裡是一年 左邊和右邊的位置是平均的 左邊的位置也是佔半年 上面這裡一拍是一年 如果要平均除開三個音符 這就是三分一年 三分一年 三分一年 或者四個月 大家會馬上明白 但這裡合起來的總時間是等於一二的位置 就是這樣 另外有一個說法 一拍平均除開三 如果數學是差一點都知道是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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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另外就是二除三 意思是兩個半拍 平均除開三 二除三是除不準的 你可以稱之為除不準的 其實是不是在平時的歌曲是不會看到的呢 其實平時的歌曲很多時候都有的 大家不知道而已 大家沒有太留意而已 比如說MIRROR的歌曲有的Ian Chan 林家謙 最近剩下的林家謙 這歌曲一定會有 舊歌也一定會有 不過大家自己是感不感覺得到 那是一個三連音 另外這裏呢 三隻二分三連音 已經等於半個小節了 就是這樣 要不要記 比如說三個十六分三連音 是等於多少呢 其實就等於兩個十六分的總長度 三個十六分三連音 就是等於兩個十六分的總長度 整件事就是這樣 下一步 其實如果與其你要去運用一些三連音 你理解它不是困難 總之三下一組 三下都是平均的 對 三下都是平均的 也可以清除為凹筆 因為小數是怎樣除 如果一除以二 一拍 除以二是每人0.5 對 如果是十六分 十六分應該是 這樣 十六分應該是這樣 一拍除以四個十六分 都是平均的 是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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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獨是三連音 是除不盡 比如這裏 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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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這裏總共佔兩拍 因為三個二分三連音 就等於 總共是兩個二分音符 那麼二除三都是除不盡的 也可以叫做off beat 或是脫 beat 就是這樣 如果語氣去用 總之要研習到一個三連音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就可以抽這個bar 自己打壓拍子 譬如現在我用筆打拍子 我用口鏗 我每鏗車離子 就代表三個 即是一抽這些東西 這樣就 3 4 車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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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劉德華 黃秋生 劉德華 黃秋生 劉德華 一巴 就是這個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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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劉德華 黃秋生 劉德華 是連著的 你一定要自己打拍子 可以很靈敏 可以很Smooth 做到我最適合的東西 你才對三連音是敏感的 另外 就說 OK Level1我都叫勉強得得的 那Level2又是怎樣呢 我舉個例子 這樣 不要理他些什麼 譬如說 這個bar 1 2 3 4 它叫做 食左車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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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食左車離子 食左車離子 就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敏感一點 OK 再左左右右這樣調一下 16分的不是不用認識 你可以認識8分音符 和8分三連音的 運熟得熟 運熟得熟 再去處理其他都沒有問題 這個 1 2 3 4 食左車離子 劉德華 食左 食左車離子 劉德華 食左 食左 車離子 劉德華 就是這樣 明白嗎 大家要運熟得熟 你才能夠用到三連音的 譬如說我隨便 舉個例子 我數一條con 因為我突然想不到哪首歌是有三連音的 是有的 不過我一段時間想不到 那我隨便數一條con 那我告訴你三連音是怎樣 那我這個八搭數法呢 是這樣的 是8分 3個加2個 就是很基本的 普通一個八搭數法 是這樣的 這樣 OK 到段落的中間 預備這一段 舉個例子 你看到後面的 那一段 就用了兩抽八分三連音 去處理了那半個巴 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聽到 其實三連音 是跟八分和十六分 那個分別很大 是很突出的 希望大家可以自己研習一下 什麼的三連音 研究一下 自己打一下拍子 因為如果你自己這樣 整拍桌 敲桌 都叫不出一個正確的 那些八分三連音 和八分音符的組合 其實你三連音 運得運 不會熟 或者是出了 首歌出了 播了出來 是三連音 你自己也聽不出 是三連音 僅閒 我的一部分 是三連音 第五遍 在這裡 就在有什麼 那些東西 在這裡 那些東西